宣家列祖列宗在上 子孙宣泽典 二十六年之后 终得继承一波 回家主事 望宣家的列祖列宗在天之灵 保佑宣泽典跟宣家 永世昌隆 永世安宁 从现在起 宣家的正统传人 乃是我宣泽典 不再是宣泽典 我以宣家正统传人的身份宣布 大爷宣泽典 大少爷宣晓伯夫妇 二少爷宣晓仲夫妇 马上离开宣家 四少爷夫妇还要太太取留 可以自行宣泽 另外 被主者 只能携带自身物品 否则 将被世卑盗窃财物 严惩不但 本少爷现在就可以告诉你 爷 选择走 老爷 我们走 四少奶奶 二爷希望你可以留下来 我愿意留下来 好好 走 新宣泽 已经敢出卖宣家了 我跟你没完 韩英 走 日子 我不走 我哪儿也不去 我就留在这儿 这儿是我的家 我在这儿生活了十几年 我舍不得离开 人家是一家之主 他让你走 你就得走 收着衣服 当家的 我真的不想离开这儿 我不想出去过那种 漂泊的日子 你就让我留下吧 好吗 现在这个家呀 是宣泽点的 不是咱的 今天你不走也得走 我就不走 我就是留在这儿 当个下人 我也不会走的 下人 那怎么了 他沈碧云就能当 一当就是十年 我为什么不能当 第五 今天给我搬东西 必须得走 你敢打我是吧 你打呀 你往这儿打 有时候你打呀 给我打死我呀 干什么呢 爹 我不想走 他就动手打我 你得替我做主啊 爹 阿英不想走 那是他留恋这个家 你呢 给宣家惹了那么大的祸 把火就撒在老婆身上 瞧你那点出息 爹 孝伯爷留恋这个家呀 我现在没办法 我心里难受啊 爹 我懒得见你 大少爷 大嫂 我来就是想告诉你们 现在走 是为了更风光地回来 少在这儿美贯 也不吃这一套 大少爷 闭嘴 我不要停了 你出去 意料之中的事 去看看小忠两口子吧 爹 你 爹 你 爹 这都什么时候了 爹 这不好日子就快到头了 我再快我一天 就在自个儿屋里 再快我最后一天啊 爹 爹 二哥 爹是来问你 跟不跟我们一起走 我走 你急上呗 这儿我都留给你们 这儿我留给你们 我走 别这样 爹 二少爷 他不是有意惹您生气的 他这儿心里也憋着火呢 宣家被人卖了 二爷又投桃报李 唯多把他留下 把我们都赶出去 这事 搁在谁身上 谁不得发泄一下 您要是不想走 也可以留下来 我自然是要跟着我们爷 我跟着他走 那既然这样 就赶紧收拾东西 准备上路吧 是 爹 爷跟你 老老 你 你去哪儿 爹 爹就跟你走 四少爷 你非走不可吗 你可以过这种 寄人篱下的日子 我宣孝季过不了 来 爹 慢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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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家 快点上来 走 快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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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走 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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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来 少来了 宣爺 咱们走着瞧 宣二爷 老夫这一走 不知道啥时候还能回来 老宅子 魏志哥 都交给你了 还有什么放弃不下吗 还有这些个难民 你得善待他们 这些人跟二爷没什么瓜葛 我看还是大爷一起都带走吧 天已经不早了 各位 上路吧 爹 我们走 宣二 宣老爷 你不能走啊 宣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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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走啊 宣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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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停停 你怎么拉车的 怎么拉这儿来了 拉哪儿去了 这 你是谁啊 小子 今天就要看你选的什么了 大哥 有话好好说啊 算是笑 说 跟你选二爷多久了 还不到一个月 好 今儿也就给你一个 拿走这根金条的机会 好 好好 好 好 二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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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到什么了 小的查过了 也看清楚了 宣家大少爷和二少爷 的确拿的是针锋器 而且 而且什么 而且小的还听说一件事 说宣老爷唐老板和焦老板 要一块儿起诉二爷 不可能 不可能 二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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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去 救命 二爷 发生了 尽量 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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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半 二半 老藤啊 你说这萱二爷 是不是有点太不仗义了 咱们给他办了那么多事 出了那么多力 现在可倒好 就拿这么几张 烂铺子的房器对付咱们 生气的应该是我老唐 这德龙典当行 我经营得好好的 尤其最近这一打仗 生意出奇地好 就为了它 咱们就得把铺子对出去啊 明明有宣家的铺子 还要白白地等三年 这叫什么玩意儿呢 咱们当初 没认对人哪 这两个是他手下 他一定在院子里 这两个是他手下 你说这事 说呀 二爷 继续说 你们两个继续说呀 二爷 我们就是没事闲着瞎聊 有冒犯的地方 您别当真啊 是啊 二爷 二爷 您别误会 我们行李都打好了 是是是 明天一早就奔汉口 明天早上再走 太迟了吧 二爷现在就送你们上路 二爷 别说 二爷饶命啊 二爷饶命啊 我 我们真是随便一说 您说我们哪敢 不按您的吩咐去做呀 这都收拾好了 要不您去看看 你当二爷是傻瓜吗 没有没有 你们两个王八蛋 明天一早是不是 拿着钱去法庭告二爷呀 二爷 您误会了 您说 我们哪敢跟宣家人接触啊 二爷 还想骗二爷 你们两个混蛋 二爷给了你们铺子 你们还拿着房契去找宣家大爷 二爷饶命啊 您别误会啊 您看这 这 这房契还在我们这儿呢 您 您别误会 您看 我 我 我们就是怕您耍诈 所以 就派了个人 去乡下打听打听 房契还在你们手里 快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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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举报你们三个涉嫌诈骗 你们被捕了 把手举起来 你 你 二叔啊 不疼吧 臭小子 有种 带走 全部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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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走